以色列第一所聖殿 又称为所罗门聖殿 由以色列第三位皇帝所罗门于主前962年兴建议食 主前586年 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王攻陷耶路撒冷 圣殿完全被毁 由大过计不过以色列彼路亚述后 相继灭亡 全国人民被老到巴比伦 到主前539年 马代波斯国打败巴比伦 成为犹太人的新主人 波斯王古列下令 容许犹太人回国 重建耶路撒冷圣殿和圣殿 但是当时犹太人只是做了圣殿 房屋和圣殿的根基 直到主前519年 波斯王大利乌重新出令建造第二所圣殿 圣殿的工程才得以完成 犹太人在第二所圣殿的外院 额外起了4支高75尺的灯台 每个灯台上有4盏大灯 灯芯是用旧的祭司墓所造成的 在厨蓬节的七日节兴中 犹太人的大祭司会在节旗每日的早上 到西洛亚池取水 然后将水倒在祭坛中 这个意识称为电水礼 过程中他们会重唱诗篇113-118篇 另外当节旗晚上的时候 犹太人会点起这4支高75尺的灯台 这个意识称为点灯礼 在这个点灯礼的过程中 他们会步下圣殿门前的15级楼梯 每步下一级 就会重读一篇诗篇 就是诗篇120-134篇 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和第八章记载 主耶稣和门徒上到耶路撒冷守住篷节的时候 主耶稣就曾公开宣称 祂就是电水礼和点灯礼所预表的活水和世界的光 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至三十八节 至其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着高声说 人若喝了可以到我借泪来喝 信我的人就与经常所说 从他福中要流出活水的光河来 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 耶稣游对众人说 我是世界的光 跟从我的 受不再黑暗泪走 必要得着生命的光